第五波疫情確實爆發激烈超越了香港社會 我們所能夠承擔的壓力 我們的資源配套是不足以應對的 所以在過去的日子來說 我們有很多特事特辦 有很多國內的支援等等 不過這幾天 大家看到疫情相對來說 是不再升隱 有輕輕橫行的趨勢 於是就引起了一個問題 香港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復償和較多 從國際宏觀的角度去看香港的防疫措施 加上是幾位社會的意見領袖 意見領袖者是豁無的 意見領袖跟我們小市民所說的不同 他們說話是有份量的 其實小市民也很有份量的 聽大家的電話有很多都是真知卓見 有些人就說你們看到新加坡放寬了 丹麥放寬了 英國切搜所有限制 你就想學別人了 不是 回歸去到我們自己 問一下心 大家經歷了兩年多 失去了很多東西 大家現在你生活上是不是很自由呢 你是不是困了很久呢 不要說有些人一年有三分一時間的旅行 一年你去一次旅行那些 你的心是不是都想出去鬆一鬆呢 就算平日你是不想去旅行 我相信在這個逆境之下 是大家經歷過這麼多東西 真的想自己都舒緩一下 但是現實上 我們現在是有很多的防疫控疫措施 限制住我們 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限制 還有未來呢 還有一波呢 是一個長痛短痛的全民檢測 其實你看回香港是不是參考其他國家地區呢 其實香港比這些國家地區城市 是更加需要呢 是開放型 保持對外的聯繫 因為香港真是一個萬雙來港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些方面呢 無可置疑的 所以香港是 因為我們要緊隨內地的方向路線 我們變成呢 其實兩面不討好 香港政府都是難做的 大家政府都是難做的 一方面呢 我們知道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商貿城市的重要性 但是一方面我們要緊隨國家路線 於是呢 某方面呢 就是兩方面的指責你做得不好的了 去到今時今日 當然我們也不要那麼多回顧過去做得不好的地方 擺在目前的 第一 那個全民檢測 什麼時候推出 給市民有個清晰的路線圖時間表 同時最重要是說出 這個全民檢測的功效在哪裡 做了之後有什麼良好效果出來了 有些人就說 你看今天洪水橋那個項目 幾快 其實幾天之間 有五個項目已經搭建好了 未來還在搭建 這麼多這些準備功夫 是不是迎接在全民檢測 測到陽性的人 把它收納在裡面呢 其實都無所謂 其實香港人已經 已經不是躺平 已經在肉隨針板上 只要你清楚告訴大家 那個路線圖 不是袁國勇教授說 復常的路線圖 是全民檢測的路線圖 是怎樣 不用猜 一猜就會構成一些恐慌 但是長遠來說 真的有一個路線圖 昨天我聽林鄭月娥的抗疫記者會 一個也是專家 那個也是專家 但是他就稱讚梁卓威 哎呀我跟他談過了 因應怎樣改變 記者接著打成徐幹信 問袁國勇教授和另外兩個專家 都在這裡提出什麼 我們不要只看接種率 昨天只不過有八千多人打了針 去到百分之九十五很艱難的 一路說接種率很重要 現在你就說不重要 當然香港真的 我們試試跳出一個小市民 我們防疫抗疫的責任和處境 就是你拉闊回香港 真是一個萬雙來港的雙女城市 譬如很多人都提出過 不過近期這些聲音更加響亮了 香港有時候你運幾天出去了 為什麼我轉這樣一次機來到香港 就要運14天 這個14天 現在7天 香港那些 你想想這個 你怎樣去可以有個說服力呢 那你 所以我相信 從林鄭的語氣 我看星期日 星期一 除了這個全民檢疫之外 就有關這個 開放一些國際航班 都是局部的 還有是來到香港那個 要留多少天 禁幾天 那裏應該有個比較寬鬆的看法 留 要被禁檢疫多少天 是一個有真意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禁飛 有九個國家被禁飛 有一個英國來香港工作的僱員 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林鄭月娥 他說 人家那些地方 那個疫情 遠遠沒有你們香港那麼嚴重 為什麼禁了人家飛 那麼久都不開放呢 人家回不了家 換句話 其實人家禁你香港人去 就帶一條道理 你疫情厲害 基本上那個疫情 就那麼輕微 各方面 我都開放你為什麼 就是這個 凡是這樣的 對某個地方的禁飛 其實應該有個雙向的機制會更加好些 就是人家都沒有禁我們 雙方那個處境也都去接運了 那麼我相信政府現在應該 就是近期 就是自從習大大下了盛市之後 香港各方面都要講到 是有很大進步了 真的很多事情 以前真的做得好 沒有協調 現在各方面是提升了 加上國緣 國家的速度興建 隔離營等 是很大進步了 現在應該是要 比較向前之望 多些部署才行 是啊 真的很希望有個路線圖出來 因為人的生活是需要部署的 尤其是你說什麼時候可以放寬 什麼時候可以怎樣 昨天我也說 有子女的家庭也說 喂 不是去海外升學 升學也有個疑問 究竟DSC什麼時候放寬 中一派委什麼時候放 他們要部署 因為未必如願 不如願的時候 應該怎樣做 按不准 沒有網上見 諸如此類 那即是怎樣呢 假期都亂了 雖然昨天 林鄭一再重申 政府從未說過3月6日的日子 但是3月6日 肯定是有政府高層的吹風 還有你看回教育局所宣佈 停貨停到4月20日 所以你不可能把全民送檢日期推到4月中 你覺得放寒假就可以了 你打亂了 不是的 因為你精容 你不是說我用完了 明天你開學 不行的 你要弄很多東西 全面消毒很大工程 還有香港的全面消毒 公司都接不到那麼久 但它不可以 因為做很多 是很有限的 所以你是一環扣一環 有個消費員 在等船民檢測 如果船民檢測拖到4月尾才搞定 即是說4月不會派給你 現在你真的要顯示 特首你最後就是好戲 你看見最近對林鄭月娥的批評 家絕我們很溫和 其實我們很多批評是一種善意的 中谷提醒 表達一個小事物的心願 聽在人意未必是 未必是 這不是一個問題 你誰問 你發覺現在真的很多 有份量的人士都提出了一些看法 前天說了三個 昨天陳啟忠有一個篇 你剛才說到那位英國的 在香港工作的人員 相信為什麼都大有來頭 不是隨隨便便的 人家是有折有理 不是一些盲目的要求或者譴責 這些事情你是要聽 有些無厘頭的批評等等 你真的就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聽 不是的 文匯大公也批評了 不過這兩天好像沒有了 靜了 可能又收到不知什麼指示 過去那幾兩個星期 每天都批評特區政府 不是那個火藥力是前所未有的 一個來講 他們都有一個責任 就是要維護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 還要維護特區政府的權威 但是當鋪天蓋地都提出批評的時候 有市民在面對著天天看到的特首 我真的不知道那個重點在哪裡 經常說這個新聞發佈一定有一個重點 不用多了 不會有一個重點 成為當晚電視頭的頭條 你已經很成功 你怎麼量這麼多的重點出來 你現在所有的 基本上是回應性 回應性就是follow up的新聞 即是叫做美錘式新聞 新聞者就是沒有人說過我提出來的新聞 你說的 你的回應是袁國勇 回應是誰 那些已經是回應式的新聞 剛才我都說了 專家都有分你是什麼專家 他是聽不聽你的專家 昨天的記者會真是慘 余國勇又好像被打入冷宮 即是想起了一個民間故事 忠無厭和夏盈春 哈哈哈哈 你待會又說一些故事給我聽聽 有事就忠無厭 無事就夏盈春 其實我看看 原來他們那些專家小組 什麼科學委員會 新入什麼 是加了人的 很多人進去了 當然有些人很開心 才能入到建制當中 會不會將來出人頭地呢 最重要的我覺得這些專家都好 你真的 可能每個人的看法都有點差異 作為一個專家組 一定有一個組的集體意見出來 你發覺現在香港市民有一個混亂 政府有幾個專家組 民間也有幾個專家 大家都不知道哪個好 現在有幾個派別的 梁卓偉 劉宇龍 劉澤昇 袁國勇 哈哈哈哈 民間有個 梁子超 有個曾祈恩 還有個 何柏良 何柏良 很多這樣的專家 所以這方面 資訊太多 第一沒有資訊 這個時候 特區有關疫情的資訊發佈 你要拿得很精準 有些事要闢謠 有些事你不用理它 它倆其實沒有人說 那你怎樣拿捏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